今年必火,今年必发 发带戴上之后还蛮可爱的 花瓣的小碟子 蓝色紫色棋盘格的小碟子 这个是戴上的效果 我怎么觉得显头更大了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齐儿欢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淘宝开箱视频 那一共呢,有30多公斤的一个大包裹 那这次用的集运公司呢,叫有你购 那这个集运公司呢,是我目前用到的 我觉得是最快,而且呢,收费最合理的公司了 那这个公司呢,它是用了一个特殊的渠道 所以它的包裹呢,真的是寄的超快 从它发出的那一天起 直到我收到,差不多就只有不到两周 应该是12天的样子 我会把它整个的时间线放在这边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而且它称的重量呢,也是帮你去除完包裹 重新打包之后的一个总重量 所以整个的价格,还有它的速度真的是超快 而且现在呢,如果你注册他们家的APP 就是新人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折扣 现在过年嘛,它有一个满200减50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一家很靠谱 而且很快的集运公司的话 一定一定要选这一家 那有关这家集运的具体信息 我会放在信息栏 那注册的二维码呢,我会放在这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扫码 然后了解一下 那就先开这个相对小一点的包裹吧 从这个包裹拆出来的大多数都是餐具 是两个杯子,也可以用来喝汤 但是这种日式有一点梨花 它上面写的是菊花样式的 超级的好看,而且有一点点做旧的感觉 一个饭碗 也是买了两个 还有一个汤碗 这是碟子 做的都还挺精致的 这个筷子应该是它送的 是这种圆木色的 正好可以把我家现在的都换了 这是一个沥水盒 左右两边可以切一些像葱花啦 或者是那种蘑菇什么的 放在里面保鲜 这是一个双层的洗菜盆 是奶白色有一点巴灰的 像这种洗菜盆呢 平时洗完菜把它放在里面之后 就可以放在操作台上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哩哩啦啦的 就弄得水哪都是 然后咱再来拆这个大包裹 放在最上面的是我买的一些衣服 因为最近过年吧 就想买一些特别喜庆的衣服 先说这件T恤 是个绿色的 上面写着发 就是打麻将里面发财的那个发 是个牛油果绿的 我记得我还买了好几件分给朋友穿 这件粉色的还挺好看的 这件是我老公要的 他想要今年顺顺当当的 所以买了一个顺 还有三件卫衣 正好可以请朋友过来玩的时候 大家都穿上这种发 就全都是发 所以今年必火 今年必发 还买了一件绿色的 这个材是我老公要的 因为他就不想要发 所以他买了一个顺 又买了一个材 这几件买的也都是大号 可以穿出来一个oversize的感觉 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猫猫爪小夹子 这个是一个漏勺 像平时抄点东西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大 这个呢是一个利油盘 如果家里喜欢吃炸猪排 天夫罗什么的 炸完之后就可以放在上面 油呢就可以利到下面 就铺一个厨房纸 这样的话呢 你炸完的东西会比较脆一点 这两件也是衣服 这件毛衣是给姐姐买的 上面写着万事必胜 上面也有一个发 正好跟我们穿卫衣 是比较呼应的 这件是给妹妹买的 上面是一个小老虎的 今天是虎年嘛 觉得穿上这种衣服之后 就比较喜庆 自从入了北顶的蒸锅之后呢 我就很喜欢吃蒸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 就是可以直接加盘子的 我觉得比防烫手套好用 这个呢是可以加碗的 就把它加在碗的边缘 然后这样把碗拿出来 比较实用 而且呢都是我很喜欢的 这种薄荷色的 这个呢应该又是一摞盘子 这些餐具的颜值也太高了吧 哇先说这个碗 这个是一个泼墨的陶瓷碗 就还挺厚实的 质量超级的好 它是一个这种可以用来吃麦片 就是喝汤的一个碗 这个是跟它同花色的一个小碟子 有点小法式的碟子 带花瓣的小碟子 蓝色紫色棋盘格的小碟子 在同一家店买的杯垫 是这种带面包图案的 还买了一些刀叉 刀叉的手柄呢 是这种带红色格子的 很田园风的一套 这是一个玉金箱图案的小碗 太可爱了吧 这是什么 又是盘子 这个盘子呢 它是有一点点做旧的感觉 而且呢还挺不规则的 我觉得用这种好看的盘子吃 就连最普通的食物吃起来 感觉都会更美味一点 这些呢 都是清理卫生间的小海绵 就是一个柴犬的 可以贴在镜子上的 像我主卧的镜子 经常有那种水渍什么的 那它就可以擦一擦 擦完之后呢 就可以吸在镜子上 然后呢也蛮可爱的 是这种小柴犬的 小黑柴 另一个呢 是一个清理洗手台的 这也是可以黏在镜子上 或者是黏在洗手台上的 是这样形状的 这两个碟子呢 跟刚刚的是一个图案的 只不过它是稍微带一点深度的 据说带上之后 有增高卤顶的效果 这个是带上的效果 我怎么觉得显头更大了呢 这个呢是我订的被罩 它是燕外色的 然后上面带白色条纹的 是这种细条纹的 摸着还挺舒服的 打算洗了之后再用 还订了一个杯子 这个呢是可以放在灶台旁边 放锅盖还有锅铲的 这是一个沥水挂袋 可以挂在水龙头上 放洗碗的工具 这个呢是神牛的反光板 像我平时拍视频 有的时候光不够的时候 需要一个反光板 这个亚克力的收纳架呢 可以挪起来的 可以放在我们家的导台上面 或者是放在我们的橱柜上面 当做一个收纳 还买了一对小的 这个是防烫垫 我们家吃饭很喜欢 把锅直接端在桌子上吃 这个呢就直接可以放在锅的下面 还挺好看的 买了两个白色的备餐盘 然后这个备餐盘呢 你切完之后 可以把食材放在里面 而且呢是可以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的 这是一个纸巾盒 是这种黄色的 太可爱了吧 然后还买了一个花瓶 它俩是一套的 摆在桌面上或者是茶几上 特别的好看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 长得跟朵花一样 我跟我老公特别喜欢 请朋友过来吃火锅什么的 但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放各种食材的 一个转盘 这是一个兔毛的发带 这个发带戴上之后还蛮可爱的 一点都不显头大 特别的保暖 这个呢是我买的一个亚克力的架子 它是一个虎破色的 就是棕色的 那这个呢 我是打算放在卧室 放一些什么香水啦 像香薰蜡烛什么的 这是我买的一套家居服 是春夏穿的 上面是一个小老虎 虎年嘛 它的裤子也是这种老虎花纹的 但是是比较卡通的 穿上之后呢 就不会特别的俗气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面料呢 感觉是比较舒服的 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衣服应该要洗一次 它的味道比较大 买了两个塑料盘子 是这种蓝色格纹的 带红边 这个是放鸡蛋的盒子 有两层 就比较好拿取 而且呢 就特别的省地 这是一个滤网 像我平时做的豆浆 如果我觉得它不够细腻 或者想来这个豆浆 做一些别的 要把豆渣滤掉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网 然后呢 就把豆浆从这里倒下去 然后它的豆渣呢 就会滤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箱子终于空了 我现在周围的东西 都已经快堆成了一座山了 但这一次的淘宝转运体验呢 我是非常满意的 首先它打包的非常的得体 就很帮我守地 我买了很多餐具 还有一些易碎的东西 完全没有破损 它都会帮我加一些那种填充物 或者是保护的东西 就帮我挪得非常的好 那这一次呢 也是我买的最快最快的一次 因为我买了很多那种 发的卫衣嘛 我就想过年期间穿 那现在呢 也是在过年期间收到的 超级的开心 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开箱的视频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给我留言 那让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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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